好 今天的比賽真的是讓人看著血脈膨張 剛剛全台灣的這個中華隊的粉絲 是不是你都覺得很感動呢 好 趕快來看一下獎牌榜 中華隊再度有獎牌進場了 而這是一面銀牌 那麼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這個中華射箭男團 今天他們的表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從腳上開始一路的過關斬將 而且剛剛是一路殺進了金牌戰 金牌隊站對上的是我們的死對頭男韓隊 他們真的很難纏 說實話啦 今天中華男團真的表現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麼只可惜第一局是以四分差 讓韓國隊是先持得點拿下了兩分積分 當然第二局其實他們是很快的就穩定下來了 那麼中華隊也是接連的射出兩支九分劍 以及一支的這個十分劍 那韓國隊真的不是省油的燈 接下來他們是連續三支十分劍 那麼第二局讓他們搶下了4比0的這個積分領先 那麼來到最後一局呢 雖然是連續的九分劍表現真的很不錯啦 不過韓國隊也來了三支九分劍 最後呢就算中華店補上一支十分劍 以及兩支九分劍 不錯的成績了 所以請大家繼續幫這個中華隊加油 因為後面還有好多好多的比賽喔 那麼事實上呢 其實今天這個射箭男團呢 就是一路的一直不斷的有比賽 包括之前的四強賽 其實他們對上的荷蘭隊也都是非常快速 以6比0就取得了勝利 那麼其實休息的時間真的不算長 就馬上來打這個金牌戰 好 雖然說是拿下銀牌 但是我們還是要替他們掌聲鼓勵鼓勵了 一個比賽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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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